欢迎回来的新闻大白话 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 现在所谓的气球问题 不断在延烧当中 但是布林肯还没放弃吗 他说还要来台 不是来台来华 所以白宫在讲说 布林肯访华被推迟而非取消 科比帮他讲 他说只能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布林肯将会跟中国大陆 再来商定新的访问日期 又来了 美国又开始自己 又开始新的一档戏又上演了 就是布林肯二度访华 二度又要再来接洽了 他讲说现在美国对中的态度 并无改变 然后拜登也将会继续 美中的关系视为战略竞争 而且不寻求跟北京的冲突 美国现在目前正在打捞 中国大陆气球的残骸 根据情报专家分析 目前没有要把这个残骸还给北京当局 彭博社的记者就问 问谁 问毛宁就说 布林肯宣布说要推迟访华 也就是说不是取消 那中方是不是有计划 重新安排相关的访问 毛宁的回答 就是等于说又给他吃了一个棍子 就讲说中美双方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 其实就没有 从来没有宣布过确切什么时间访问点 他那时候就是汪文斌讲说欢迎来访华 可是就没有后续了嘛 所以他就说都是美方你在宣布消息 是你美方自己的事情 你美方自己演吧 那中国大陆对于这个气球的处理 非常的不高兴 他说现在就是在考验美方处理危机的方式 双方都应该要应当 特别是美方你应该要冷静专业非武力的方式来妥善处理 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专家 他就讲说中国政府向美方发出一个强硬的讯号 我们不会被吓到 那所以看起来这双方不断在升温 就感觉上面这个对峙的态势 人家讲说是不是又走进了一个新冷战 那讲到这个布林肯 为什么现在还要访华 还要来 他访华三个任务都还没达成 他说其实就是要落实这个巴黎岛的一个共识 是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 还是说要管理中美之间对抗的关系 避免冲突 或者是要向美国民众展示对华的强硬 都不是为了要改善美中关系 那布林肯他就讲说 当然是希望允许的时候尽早访华 什么叫做条件允许的时候 不晓得 那可是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时间点 适合布林肯访华呢 看一下 这个二月份如果不访华 恐怕你看三月份 中国大陆要召开两会 恐怕也没有时间理你 那四月份的时候 麦卡锡搞不好就是要访问台湾 也意味着这个中美关系 恐怕又再度恶化 也没有访问的条件 而且这整个2024年 美国也是在大选 现在看起来两党都是主张 就是对中强硬 那越靠近选举日 恐怕这布林肯访中的这个机会 就会更加的渺茫啊 那现在人家讲说 这取决说你拜登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你一边要这个布林肯访华 可是一方面又在那边挑起 两边的一个矛盾跟对峙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专家讲说 布林肯能不能访华 就看拜登的两个选择 其中一个是说 这个气球被击落之后 你还要继续炒作这个事件吗 还有拜登你会屈服于共和党 借由这个气球事件 煽动对华强硬的一些政治压力吗 这是你拜登要做一些相关抉择 就是北京也在看他的态度 而且人家讲说 搞不好拜登这一回这个气球事件 特别刻意操作 是要为了获取他自己的政治红利 你看他派F22 然后用这个响尾蛇 飞弹把这个气球击落 感觉上面这杀鸡用牛刀 是不是美国故意的 所以我们的退休将领就在那边讲说 这感觉是一个大内宣 也是一个大外宣 就是拜登他可以获得最大的一个利益 那民主党也可以再次运用 这样子的这个事件 然后在这整年来收割 这个共和党传统的一些票仓 那我们另外看到说 这个五角大厦的一个前分析师卡伦 他有讲到说 这个击落气球可以作为 美国让步的理由 但是看起来反而是削弱美国在跟中国相关问题 就是谈判的地位 那显示出来美国现在目前领导层 现在已经进行的 就是已经走到一种混乱的状态下面 那美国的行为到底是在向世界放烟雾弹 还是在做什么呢 背后是不是有两个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分析是说 因为让世界看到 美国愿意跟中国和谈 让中国不要再抛售美债 然后再来谈一些经济合作 所减少目前他的通膨问题 是他非常头痛的 再者呢 他在地缘政治上面 也会拉拢一些盟友 比方说像是这个日本 韩国菲律宾这些国家 现在呢 就是在台海跟南海这些危机当中 是不是也要跟着他一起来 跟中国大陆施压 就借由这个气球的事情 无限的扩大 然后呢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 有这样子的一个背后的目的存在吗 首先我们请教一下 杰老师怎么看这个布林肯 还被放弃 对他基本上他这个符合 他一贯的政策 他还是希望双方要有 合作的地方合作 那么还是要保持沟通 而且要把这个护栏修好 这是美方的对中国大陆三个 他并没有说要和解 他也并没有说要全面开打 他是说该竞争的就竞争 那么该合作的地方 我们还是可以合作 比如说气候变化 比如说这个防患毒品 这些部分的这些他还是要可以合作 可是呢 这个竞争部分 他不愿意变成战争 所以呢 他说要把这个护栏修好 那这个护栏就要靠双方的共同努力 所以这是美国一贯政策 所以他这次说 我本来开始 他就没有说不去 布林肯一开始 美方就说延期嘛 延期就是说折期再去 现在时机不移嘛 折期再去 所以我觉得美方会一直这样子往下走 可是问题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政策可能是建趋强硬 也就是说我已经讲了 我们的政治基础建立在美中建交三公报 尤其有关台湾问题的双方的一个共识 如果说美国在掏空 过去美国承诺的两岸 他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也好 一个中国政策也好 那么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就不存在 政治基础不存在 那就地动天摇 那他是问为有一些关键性的基本问题 你要不能用模糊的方法 对你要讲清楚说明白 如果我觉得你做这个地方 是已经在掏空所谓的一中政策一中原则的话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那这个事情不说清楚 别的没有后面的 你这个前提没搞清楚 后面就没有戏了 那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 这跟美国就是说既联合又斗争 既斗争又联合 然后呢我们正好不要冲突 那是不一样的 中国大陆是有前提的 你前提没搞清楚 后面都通通没有了 所以这两个地方这个冲突 我觉得还会进行漫长一阵子 那中国大陆常常讲说 听其言观其行 那现在是中国大陆是观其行 听其言其后了 那就是说观其行 中国大陆的研判 美国再进一步在台海处战 然后另外一方面 玩台湾牌 以台制华 这个作为呢 中国大陆认为一直在向红线逼近 而且已经踩到黑线上 红线上了 所以中国大陆一定是对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些事情不搞清楚 这些都没得谈 所以毛宁的谈话就非常的强硬 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我也觉得中国大陆是说到做到 那这要看美国愿不愿意 就是说在实质上有一些变化的感觉 给中国大陆感觉上 美国事实上是还是重视这个美中关系的 那现在就变成不只是 美国会减损美中关系 中国大陆也在做 那也不怕有这个代价付出了 那现在恒在眼前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麦肯锡来台湾访问 这个是势必要激起两岸第二次 第五次的危机 那他的危机的强度绝对是当时去年 这个裴洛西来的危机的加强版 那这个是绝对 我觉得是绝对可以预见的 那可是如果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 没有把麦肯锡的事件 讲清楚或做出明确的说明 我觉得美中关系基本上会陷于停顿 那么往前走的机会几乎是零 我看到一些中国大陆的媒体在讲说 现在就是美中的关系紧张到 已经经不起一颗气球的扰动 甚至在批语为说 一只狂飙的流浪气球 就让美国这么心虚 就代表你美国自己坏事先干多了 所以一个气球来你就觉得 这一定是报复 就是你这样的一个心态在这边作祟 所以现在看起来两方已经走进了一个新的冷战的一个格局 首先我倒觉得大陆没有很在乎布林肯来不来 我觉得这个是让美国人最感觉到挫折感的地方 您刚刚提到的大陆有一些学者他的分析说 两边的关系紧张到一颗气球 我倒不这样认为 因为我认为大陆的态度就是你来不来 现在不只是大陆的高层觉得我不在乎 我觉得广大的大陆民众也不在乎 那美国人是第一次他突然间发现 还有亲美崇拜美国的那些人 他们过去都把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高高在上 然后那个到处到哪里人家都要崇拜的 然后都要去热情接待的 那些人他们感觉到很大的失落感跟挫折感 就是说原来在中国大陆不是这样 因为大陆的自信 领导人的自信 还有大陆民众的自信 是觉得你来不来 有很重要吗 你不来 有什么关系呢 你来了又有什么用呢 你来是要吵架了吗 还是你来是要来说一套又做一套呢 你又来这边讲一回话 然后回家的时候又做一回事呢 你已经言而无信了 你已经言行不一了 你来跟不来讲跟不讲 有什么意义呢 你拜登过去不是跟习近平谈 事不亦无意 然后接着王毅就在联合国的亚洲协会里面 告诉全世界说 你全部非但都没做到 你还全部都做相反的事 你完完全全食言而肥 当然拜登没有怎么胖 但是你完完全全就是食言而肥 那是在国际的场合里面 把拜登讲的事不亦无意 整个都解穿了 说你说的是一回事 你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接着在巴厘岛 那苏利文说我最大的任务就是让拜登 跟习近平见面 那也跟你见面 对 见面以后谈到了五步事无意 一结束以后你全部都没有做到 不但没做到 你又全部都一直不断的对抗中国 对抗中国 对抗中国 然后所有的动作讲话都是不礼貌 然后所有的都要冠上那些负面的形容词 所有的话都要冠上负面的形容词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政府 一个政客 坦白说现在连白宫的人讲话 我都觉得以无伦次 因为他说布林肯访罚被推辞而非取消 那被谁推辞 被布林肯本人推辞 因为布林肯自己不来 那他自己不去 那当然是被他自己推辞 所以他不是被别人推辞 被自己推辞 怎么叫做被动式 那是主动式 这第一个 那毛林更有趣了 毛林说 你美国也好 我中国也好 我们都没有宣布布林肯要来 那你怎么说你要来呢 那这点就匪夷所思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笑话 我猜 我的猜是这样子 布林肯跟他的团队 还有那个专机 那个螺旋桨已经 当然不是螺旋桨 那个那个 那个涡轮已经在发动了 在那边热 但是他就一直在等 邀请函 邀请函 可能就等到说 最后一秒钟邀请函 船到了 哎呀 赶快起飞 我把它叫做随船随到 你来 他马上就跑到中国来 我觉得现在的布林肯 呈现出来的情况 跟我在前一段时间 那么出国的时候 我那时候每天在 河滨公园跑步的时候 我都看着飞机起飞 我都说好想搭飞机 三年没搭了 所以是布林肯很想出国 一乡情愿 不是 布林肯是好想到北京 好 我们来问一下郑元哥 布林肯为什么 这么坚持的 在这个气球事件之后 还要来访问北京 当然是有所图 没有所图他来干什么 所以我们了解到 他图什么 第一个众所作之的 他要图说 中国不要再继续卖美债 我的主张是 中国要把美债偷偷卖掉 而且把美元存款 都降下来 全部换成黄金 让人民币变成什么 黄金所支持的货币 不是美元所支持的货币 人民币才会国际化 这是个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第二个布林肯在干什么 就是说希望前段时间 因为那些纷纷牢牢 把这个两个军方之间的 一些联系管道 现在都终止了 那联系管道终止了 谁影响最大 当然是美国 为什么 中国有派军机军舰 跑到美国海岸旁边去晃吗 没有啊 到了关岛的时候 离关岛还好几百公里 但是美国整天派军机军舰 到了台海 到了这个海南岛附近来晃一晃 万一哪一天解放军 一个闪失 就误极 那你美国连个反击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对于 这个事情是对美军要求他们 比较高的安全 他才来谈的 如果你美国 不需要跑到台湾海峡来晃 不需要跑到 这个海南岛旁边晃 你需要什么 什么这个军方的密切 紧急联络管道 不需要嘛 隔了个太平洋那么大 怎么撞也撞不到嘛 就是因为你想要在旁边 比气球还严重的亏视人家 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现在很多各国的元首都准备要去访问中国大陆 现在澳洲的贸易部长 首次进行了视序会谈 这是2019年以来 两国的贸易部长的首次会议 王文涛就讲到说 中方愿与澳洲重启经济的交流 那这个法瑞尔 他也是讲说 即将要去到北京来 继续这个富有成效的谈话 澳洲也很期待 就说有信心恢复跟中国的一些贸易的困境 龙虾牛肉大麦都准备好了 等待这样的一个解禁 那他就说 这个王文涛也讲说 期待你下次来中国大陆会留下不一样的印象 其实不光是如此 纽西兰跟澳洲的总理 也都预计在今年要访问中国大陆 还有谁 还有这个柬埔寨的总理鸿燊 也讲说即将要访华 他说这是逆行访华的周年 为什么讲逆行访华 因为当初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柬埔寨还是去到中国大陆访问 所以刚好就在这个时间点两周年 他又要再进行一个相关的访问 在2月9号到2月11号 也是为着接下来的高铁的一个建设而来 那柬埔寨的外交部也在讲说 这个抨击美国 一直讲说 柬埔寨就是什么 为中国大陆喉舌 他也是给予一些反驳 那伊朗的总统也同样也要访问北京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看好 中国大陆的经济复苏 习近平有讲到说 希望中国人无后顾之忧感消费 那人家在关注就说 会不会官方有一些这种放大招出来 来刺激经济 他说建构完整而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使居民能够有稳定的收入来消费 所以看起来现在 中国大陆要冲这个经济的决心是有的 然后行动也开始在进行了 所以我们看到像经济学人就讲说 中国大陆的强劲消费 将会促进全球的经济成长 而且GDP也是预估将会增加10兆人民币 对全球经济都有拉抬的效果 还有24个GDP 这个已经有一兆元的这个城市 已经有多达24个 所以看起来 这个对于亚洲整体的影响非常的大 库克也说到了 iPhone现在其实很多大量的技术灵感 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消费者的反馈 所以这些技术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消费者所研发的 但是美国确实很太怕 他们很怕这个经济被中国大陆赶上 所以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 就在讲说 其实中国大陆不按美国的剧本发展 就是美国感到威胁的地方 那是不是自己吓自己 我们来听听 China is now percei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American primacy because American policymakers cannot understand how we made the mistake of letting China become a powerful country this was not in the playbook I would tell you that China has manag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ter than just about any place in world history with a lot of skill and a tremendously high saving rate and a tremendous determination to catch up from a century of impoverishment and they've done it quite brilliantly in fact but in the US view they cheated and now they have to be punished for threatening American security 好 首先我们问一下 郑云哥怎么看 萨克斯教授呢 我上过他的课 他真的是美国的良心 他把美国的决策阶层 那些恶行恶壮 都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 他也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说了很多很多的公道话 他真的是在这个经济发展 这个学门里面 是世界上的撬除 他没有偏向任何人 但是美国那些当权政客 应该听不进去 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内 经济会发展的非常好 平均每一年都会超过 五个percent以上 可是就是有些美国的 一些机构看不下去 什么经济学员 你别忘记 他现在讲什么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你知道经济学员去年怎么讲 全面在唱衰 中国大陆经济 还有IMF 唱衰中国大陆 现在开始改口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些人脑筋 实在有了问题 不过中国大陆 现在开放再开放 美国不全球化 中国来带头全球化 而且把世界上的外交布局 沿着这个经济的路线 把过去的误解都化开来 比如举个例子 澳洲 纽西兰 是标准的 angresection的民族 但是要记得住一件事情 远亲 不如近邻 近邻才会帮得上你的忙 你在远亲整天叫嚣 你做那些坏事情而已 所以 奥班尼斯也好 阿尔登也好 今年访中是应该的 还有意大利的 那美罗尼 还有 当然最重要的关键是 习近平主席 要不要访问莫斯科 因为美国是全力的希望切断中俄之间的一个来往 然后让这个俄罗斯陷入更大的一个困境 但是我相信这个中国不至于做出这种美国如愿的事情 这时候根本不可以让美国这个称心如意 那至于所谓的这个柬埔赛本来就是铁打的兄弟 那这个伊朗各国也都是跟美国结成 跟中国结成一个非常好的友好兄弟 因为中国一不介入人家的内政 不去掀人家的锅盖 看人家有没有煮什么饭的 不会这种干这种事情 但美国会不会 美国会啊 然后中国只会帮助人家 那不为什么去欺负人家 当然有些中国欺负台湾 请问你 你在台湾每一年的贸易顺差 一千五百亿哪里来 唯一欺负就不准你台独分子台独 其他的都没有没有欺负你的地方 但是那些台独分子都总觉得 哎呀你看大陆这些人欺负 就鼓动仇宙 你不台独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以我要特别这个强调一件事情 大陆就是台湾经济成长的引擎 也是未来五年内 世界经济成长的引擎 你现在经济学院在想到 你现在这个什么 什么进入亚洲杂志在想到 实在是莫名其妙 不要看扁中国 如果你看扁中国的话 只会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 好我们这边更正一下 就是刚刚放了阿尔登 其实现在已经换成这个夜见式了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CG是旧版的 来紧接着问一下这个杰老师 那个其实澳洲 跟中国大陆这个经贸关系 所穿的一个是卖方 一个是买方 卖方是澳洲 买方是中国大陆 哪有说卖方天天去卖 骂那个买方的 过去美国 过去澳洲总理 那个 那个 这个 莫里森 莫里森 他就是明明是卖方 对不对 结果天天去骂那个买方 那骂到人家不愿意买东西 对不对 他买这个东西 他卖澳洲卖到中国大陆东西 又不是只有澳洲生产 对不对 你说龙虾只有澳洲吗 不吃澳洲的可不可以吃别的 可以啊 美国 波士顿那边龙虾好得很啊 对不对 那澳洲卖牛肉 只有澳洲有吗 对不对 葡萄酒只有澳洲有吗 大麦只有澳洲有吗 全世界出产这些东西多得很 对 中国大陆都可以买啊 所以你既然你是你是卖方 你还要去骂那个买方 那那个买方会买你东西 是不是买方脑袋有问题啊 所以当时莫里森对中国大陆的仇视 批评攻击的态度 当然会导致买方的中国大陆说 那我干嘛买你东西 我就我就少跟你买一点啊 可是少买以后 如果澳洲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也无所谓啊 你不买就不买嘛 对不对 那我继续骂啊 可是问题就是说 中国大陆不买以后 澳洲撑不下去啊 所以莫里森也下台了 艾班尼斯看着莫里森的教训 他难道会继续骂中国大陆 当然不会啊 那他一定说 我现在不会像莫里森一样 我没什么好攻击你的 对不对 做生意就做生意 其他部分我没有必要去惹你 去找你麻烦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啊 也就是啊 毁过自新之后啊 澳洲的澳洲是改过自新啊 毁过自新之后 那中国大陆就开始买他东西了 所以其实这个这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贸易部长首次会议 真的是放在最后面 中国大陆跟澳洲先谈的是谁 是国防部长先谈 国防部长在去年 我记得在这个好 在香格里拉会议的时候 就已经见面了 澳洲的国防部长 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 然后双方的外长也见面了 然后双方的首相见面了 可见中国大陆意思就是说 问题在国防的部分 问题在外交的部分 你老来惹我 你老要跟着美国人一屁股 一鼻孔气来来找我麻烦 你这个不解决 贸易没有的谈 所以前面应该都是解决了 一些原则性问题 所以最后才轮到贸易部长 那我们就恢复一点贸易 所以中国大陆处理事情是这样 我要换了别的国家 可能也跟大陆一样的处理方法 我既然你要卖东西给我 还要骂我 那我就不买你东西 那如果要买 你要我再买你东西 你要把骂我的问题 这些东西先解决以后 那我再买你的东西 所以最后见了贸易部长 我想最后澳洲是很高兴 就是说尤其他这些 不管是大麦的农夫 甚至肉类 葡萄酒 这些龙虾的都我觉得生活都可以得到改善 好 问赖老师 这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跟纽西兰 没有追随美国走 没有急动或是急转对中国大陆的关系 这代表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开始尝试走自己的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中美的关系 就是尤其布林肯说 我这个推迟到大陆去访问 双方大陆有表达强烈的抗议 对于他们把这个气球击毁的这个事情 那解放军说我保持对等的权利 但是澳大利亚的外贸部部长 跟大陆的商务部长 还是如期如约的视讯会议 而且双方谈得很愉快 而且已经约定好 那下一次就是到北京来见面了 那澳大利亚到北京见面 那谈妥了下一次 那当然就是总理也要去了 那纽西兰的总理 这两天也刚好跟澳大利亚的总理也见面 双方都表达愿意到北京 尤其希望到北京 双方跟中国大陆能够恢复 那么过去比较稳定好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朝一个 比较正向的一个方向走 这代表美国的影响力 确实很快地在衰败 那有关于中国大陆经济的问题 我觉得大陆做事在经济方面 是更为实在 也就是不讲空话 要提出具体的一个解方 那这次外贸一定是减少了 就是中国大陆的产品 往欧美的地方销售一定会减少 那主要就是因为 欧美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 所以他们的购买力一定会减弱 那购买力减弱 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 能够把这个经济保持它的成长 那其实还是供需的问题 供需面跟需求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中 习近平明摆地讲出来 就是以需求面来带动攻击面 再有攻击面来创造需求面 为什么我们会把它 这样的一个循环拿来讲呢 你想想看 国外的出口一定会减少 那就是从国内来 国内高端中端低端 都全部都要上升 也就是让有钱人更敢花钱 花高品质的东西 那你花高品质的东西 就是在国内里面 你要去满足那些高收入的人 你要创造高品质的东西 这个就是跟国务院 他们要通过一个 把质量都提升的这个计划 全部都要吻合在一起 好 那怎么样让你这个 有钱人敢花钱 中等人也敢花钱 没钱人也敢花钱 那就是要让你有工作做 让你有稳定的收入 你有保障的 有信心的 有信赖感的 你就敢花钱 你一旦花钱 那这个时候你就带动了攻击方的 因为你需求带动攻击 攻击满足你的 攻击者本身也需要聘雇人员 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现在目前蔡英文 她最新要做的东西 她就说 要来接见这个全国的模范公务员 落实经济民生的一些因应措施 她说现在执政团队已经提出了第一波 经济民生的因应措施 来促进这个议后的特别条例的一些法案 那讲的好像说 现在就是要来拼经济 当初败选的检讨也是说 这个经济让这观众 不是观众 让民众感觉上面好像没有那么的有感 然后有这相对被剥夺感 就觉得好像经济出问题 那你还不赶快发六千块钱 记得年前的时候都在传出说 不是二月份要发吗 就等着等着 二月现在也过了好几天了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说 最快是四月第二周 那公民心在那边讲说 如果在野党没有主党 最快就能够三月来临 这讲话 这让大家听得不是很乐意 什么叫做在野党主党 如果真的是照你的逻辑的话 在野党主党应该是 大家都没得领 如果在野党都不希望大家领钱 不是嘛 在野党根本不是个问题 因为过去你们在民进党 在立院 根本就是一个多数党 哪一个法案 你们不是大家用举手 通通就通过了 你看看 强渡关山地质法也过 莱猪的九项行政命令也全过 还有呢 这个劳基法的修正案也是全部 你们只要举手通通过 请问在野党要怎么阻挡 你根本就是找借口 你直接承认就好了 什么叫做在野党主党 而且我之前记得在野党根本是讲说 希望加码到一万块钱 那哪叫主党 那叫加码吧 所以现在都要找地方找问题来甩锅 那我们看到陈吉仲啊 他现在这个淡价 淡价的问题 现在传出要涨三块钱又喊咖 那淡商就质疑说 农委会干预啊 那农委会驳斥就说 没有啊 这个是由产销的这个市场 机制来决定的 而且呢 讲到了这个凤梨的问题 他讲说 希望国人多多购买 两年过去了耶 你怎么还在叫我们 大家一起吃 一人吃18公斤吗 就还在这样子 就是大家这种 这是一个民主凤梨 大家赶快去吃 你没有想到什么好方法解决吗 那我们要引这样的 这个农委会主委到底要做什么 还有啊 他现在你看到民进党的官 不做事 发钱发的不干脆 然后呢 处理问题处理的不干脆 但是讲到了气球 哎呦 大家都有意见 讲到说 如果中国大陆的气球 是飘到台湾上空的话 郑运鹏啊 就跳出来了 他就说 中国的野心及扩张 不是吹气球哦 如果今天有中国的气球 飘到台湾领空 我也主张打下来啊 然后呢 民进党在那边讲说 啊国民党不要借机 什么说三道四 讲风凉话 好啊 那不说三道四 我们之前怎么做呢 以前的蔡政府曾经哦 共军 这个解放军 四个东风飞弹 飞越台北上空 哎 我们是国防部都不告诉我们的 是日本告诉我们的耶 那时候呢 他就讲说 啊因为这个路径 在大气层外头也对地面无害啊 还有呢 这个无人机来的时候 这个我们国军是用这个石头来驱赶的 还有这个鲁蛋炸菜 那时候不是也过来吗 也是低空啊 那你没打下来啊 你说一套做一套啊 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认怂嘛 就是又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看看呢 其实今天还有这个更新的消息是说 其实之前侦察气球也曾经飞到台湾上空了 那国防部讲说都有掌握而且依成度反制 那什么样的反制呢 是强劲的极弱呢 还是没有打下来呢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打呢 现在突然看到这个全球在关注这个话题 跟着美国爸爸又要一起在那边讲说 全部打下来 那当然我们来还原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要打下来的话 爱国者三行大概是这个 只有高度可以飞到15公里 那气球 这样的气球大概是这个 25到35公里在平流程来飞 那可是东风飞弹 是在这个踏气层外头 就是这样子飞过去 所以高度上面还是有差 我们要怎么样应对气球 或者是东风飞弹 真的我们有想好这个对应的措施吗 还是没有 根本没有过脑 没有想过 然后我只是负责嘴巴上讲讲说 嘴炮把他们射击下来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郑运鹏 出来讲话 就是被人家挑刺 讲什么 你自己有脸说别人吗 因为他讲到说 夏立言现在要附中拜会 这个宋涛 那郑运鹏赶快出来蹭 他讲什么 一定有重要的任务 这个一再派源过去 跟中国接触在这个点上 就是被统战 不要给国际错误的讯息 那夏立言就有回应 他就说 其实这是要针对民生经济 你蔡英文不是讲说 要针对这个民生经济吗 要着重民生经济吗 这时候都弄不行 你们就说一套又做一套 而且网友在那边讲说 什么只能讲都可以 你郑运鹏讲就不行 你之前自己可是跟这个有解放军背景的电信公司谈生意 用中国台湾注册 你是被大家叫中国捧 你好意思出来讲 所以难怪兰赢的就在讲说 郑运鹏 这个郑文灿 梁文杰 反倒是对陆的三大国安破口 真的你要去挑剔别人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先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得很完善吧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郑运鹏 郑运鹏怎么看 现在我们目前的官不像官 只会抗中 现在蔡英文又要花钱了 他所谓的疫后特别条例 就准备再弄一大笔钱 这一大笔钱 表面上就是说为了要疫情过后 要做这个做那个 那目的干嘛 简单讲就绑装 绑装干嘛 就是为了二零二四的选举 所以二零二四的选举 他们就要靠这种方式 弄个法律 然后用个特别预算要个钱 然后开始东搞西搞 而且这个行政院里面 我们了解到这个副院长 这个郑文赛是这方面的高手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皮要绷紧一点 至于国民党有没有能力挡这个法案 当然是没有能力挡这个法案 再来呢 他说哎呀这个四千块 六千块 那到四月才多 国民党是希望发一万块 怎么会挡你的啦 那会跟你校正要一万块嘛 那你不给 你不是还是能够通过吗 你上次说合并新竹 大新竹的时候 你不是也是强硬过关吗 就还不是因为客家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在反对 你们在放手的 不是国民党反对 国民党反对他不理啊 对 那我是比较我们的外交部是什么 外交部是美国国务院驻台办事处是不是 怎么发这种奇奇怪怪的 那美国也没这么强烈的这个说法 国务院没有 只是一般的美国国务院会讲一讲 什么欺贷我的什么领土主权等等 我们的口气好像比那个组织还要来的强烈 吴钊燮有需要用这样表功吗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很纳闷 怎么会做到这么没有骨头 再来这个气球这个的问题 我们有什么本事跟人家说 我们的幻象2000最高只能飞到17公里 我们的这个F16好一点 比较轻可以飞到18公里高 那都还是在对流程这边 对不起啊 我们飞不上去 人家的F22好不容易可以飞到多少 飞到25公里高 然后再用个飞弹把它打下来 那时候气球应该是差不多 在三不到四十公里左右 那我们没这个本事 为什么要放这种大话干什么 何况这个气球 放气球如果说要两岸水放的比较多 台湾放的比较多 那个我想我们当年在当兵那个年代里面 动不动就在金门去放气球 里面还包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船单等等 要空飘到大陆 要解救大陆同胞 你们都忘了这个车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放气球的速度 绝对数量绝对是世界数一数二的 在我讲是二次大战后 然后这个随着美国人 把这个气球 这么一个原始的一个气候探测气球 把它形容成所谓的 spy bloom 间谍这个气球 那根本就是弱智 那美国人是内政为了斗争的需要 民主共和两党互相炒作 那我们也跟着他炒作吗 那我们跟着弱智吗 我是觉得 只能说四个字很无聊 不过我同意 要怪大陆这个气象单位 放这个气球的时候 怎么这个时候不搅着 在气球上面写个元宵节快乐 对不对 看他怎么下台阶 把它当天灯来放 那如果说一颗天灯 就可以抵得上一架F22飞上去 然后又用所谓的 这个导飞弹把它打下来 这个要花上千万 那我建立中国大陆 就放一万颗的气球 上面写着元宵节快乐 祝你健康世界和平 通通飘到全世界 who are peace 对不对 让美国的导弹 一下子可以耗掉多少 一万颗以上 所以这个感觉是弱智 所以我是觉得 把这个事情吵到台湾来 是很无聊 至于国民党 去这个中国大陆访问 名正言顺 没有什么好谈的 民进党不愿意打开 两岸的交流 只想嘴巴讲 才我们讲对话吗 交流吗 那我们现在去对话交流 怎么 你要吃醋 那你就吃干醋吧 你做不到的事 你就吃干醋吧 金酒问题 不是国民党派人去解决了吗 还有未来 还有很多农产品 还是国民党会去 一一把它解套住 所以你吃什么 什么非醋 吃什么干醋 真的很无聊 那中国盆这种登记有案的人 还有中国燦 为什么讲中国燦 他的硕士论文 就抄大陆的论文 那连这种东西都抄 到底有什么好讲 而且这一次是因为 应宋涛主任 上台以后的新作风 他广要台湾各界 到大陆去多交流 要谈什么都可以 要谈政治问题 也可以 不谈政治问题 也可以 谈经济问题 也可以 谈社会问题 也可以 通通可以 那以这种开放的态度 你不主动作回应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国民党这一次应宋涛主任的 这个腰房 我觉得态度非常好 很积极的主谈过去 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各界的民意代表 都在准备主谈当中 我了解是一个很广泛的意见交流 去大陆有什么这个话 不管是大陆高不高兴都可以讲 你看人家宋涛的意见的态度 这么样的一个宽广 我们台湾还穿小鞋还是绑小脚 所以民进党放快小脚 不要再搞这种游戏了 刚正元哥讲说 我们一发只能到十七公里 观众朋友们很有才 他就说这个绿营人士会讲说 一发十七两发就到三十四 用加法又加上去 两发又到三十四就打得到了 这已经变成了这个二一零笑话的延伸版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这个蔡英文这个 什么借鉴全国模范公务员 这个我真的是看了感触良多 这个模范公务员不是他开始办的 模范公务员这个是既有传统的 大概有几十年的传统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这个文官体系的文官 终身努力的目标 那他有相当的公信力 很多得到模范公务员的确实优秀 然后后来也都得到政府的把拙 那是十年模一件二十年模一件三十年模一件才有可能的 那可是民进党两次执政 阿扁的时候对文官体制伤害就很深了 这伤害最深的就是这次蔡英文 蔡英文这个六年可以把可以把说中华民国的中流砥柱 一个所谓的中立专业的文官体系 已经被蔡英文政府糟蹋的 现在既无法中立也缺乏专业 而且他们在不断的在贬义 不断的在践踏 这个经过国家考试出来的文官 然后对高阶文官 把他们刻意怎么样 移开重要的位置 然后破格提用一些经验才能还不租的 很多人把他提到一些位置 那另外方面 现在很多机关都不是专业在挂帅 都是什么 都是政务官跟他们的基要 在那边管大管小 那整个的文官的升迁体系 完全凭蔡英文跟他们这帮政务官的一己之好物 那么不是以专业 不是以才能作为选才的标准 而是能不能效忠民进党作为选才的标准 所以这个六年下来 我们一个专业的中立的文官体系 本来应该是效忠国家 效忠宪法 可是民进党要这些专业中立的文官去效忠民进党 就这样的偏差之后 好的文官要不然就求去 要不然就是被他们冷冻 那么愿意去附和他们的 愿意去拍他们马屁 可是没有能力的就受到他们的拔着 所以等于说官场风气非常的坏 国家很多不应该出事的时候 民进党都出事 都是不应该出事的事都出来 为什么 专业性不够 因为他们这些高高在上 可是做事情都专业文官 专业文官现在第一个不专业 第二个不中立以后 整个行政效率 整个做事的专业度都打折扣 这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 另外一下 蔡英文有去改善公务员的待遇吗 没有 公务员的待遇 不调整的话越来越低 那么他把公务员的这个 退休公务员的退休凤 基本上对半砍 那这些其实所谓的退休金 其实是延迟给付的薪资 那么他把他对抗 这个公务员整个的生涯的 整个的待遇 又被严重的折伤 你的待遇太低以后 就很难吸引这些很多年轻人 或者优秀的人士 愿意去政府去工作 那么想要去政府 想要去大捞一笔的 就去加入民进党 民进党一下就给他搞去 政府是机关的机要人员 机关的政务人员 起薪都是七万八万九万十万 这样子起薪的 可是一般基层公务员 从基层盖起 他可能从三万块开始盖起 所以这样做法的话 我们国家赖以过去 赖以成功赖以成长 赖以繁荣的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支守备 也就是专业 中立专业的文官体系 已经被蔡英文 已经折伤 破坏的体无完肤了 所以他今天还出来给这些 去接见全国模范公务员 我觉得他应该跪下来 跟全国的公务员谢罪 对中华民国谢罪 还不如还不足以设其罪 好 来 老师 赖以为我们要拼经济 我相信所有台湾的民众 都会觉得是一个笑话 经济拼了六年多 那么制造了四百三十万的月光族 广大的年轻人都是没有房子住 房价居高不下 经济积弱 然后人均所得 一般的我们的薪水 增高不了 然后台湾呈现出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观光旅游业 都一片惨淡 他满嘴讲拼经济 我们听起来就很反 我就用反这个字 来描写蔡英文 我觉得是可以很贴切 那民进党更有趣 说有关于很多法案 民进党要通过的法案 有哪个地方通过不了 他是压霸到底 他是在国会里面 当初国民党占绝对多数的时候 国民党通过了法案的时候 他怎么骂国民党 说再怎么野蛮 也不能这么野蛮 再怎么压霸 也不能这样压霸 你怎么可以用多数来欺负少数 可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完完全全的 就是多数欺负少数 他有什么法案通过不了 他什么法案他都敢通过 什么法案都通过不了 今天把这个事情 怪在在野党身上 我们觉得真的是听不下去 真的太可笑 我们的防务部门更有趣 什么东西都是全程掌握 那为什么都是四号马后报 为什么美国报出来以后 你才说我们也有气球飞过来过 那美国不报的时候 就没有气球吗 那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之前就有很多气球 然后你每天都说 我们都有反制措施 什么事都有反制措施 可是问题就在于 第一个你没有告诉我们 气球有飞过来过 第二个你也没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只要影片看不到 什么话都你说 他反制的制是智商的制 对就是只要影片看不到 什么话都你说 结果一旦有影片了 有一个民用的无人机 在我们的前线的扫手 在那边拍来拍去 而且还在一个 一个站一个临时的 一个军事的指挥阵地 然后还有一个 他是一个指挥中心 作战中心 他在那边拍来拍去 你就看到这些军人 跑东又跑西 跑东又跑西 然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等到他第二次去的时候 然后就拿一根石头 去那边丢 这个就是国防部的反制措施 都有全程监控 如果那个影片 没放出来的话 我敢保证台湾民众 没有人知道什么事 台湾的民众没有人知道 保证没有人知道 也就是传过水无痕 好 导弹飞越了台湾的上空 它有全程监控吗 它有反制措施吗 都没有 结果日本爆出来的 我们全程监控 我们都有反制措施 只是因为它飞得太高 所以不算 飞得太高 太高也可以不算 这就是我们的防务部门 不要再说大话了 做实事 实实在在的事 还有一个 我完全支持 这个郑元兄所说的 你民进党没有本事去大陆 你民进党没有办法去大陆 你民进党没有任何能力 去管控两岸的风险跟危机 有可能爆发了军事冲突 台湾广大的民众 其实都很忧虑 两岸之间爆发军事冲突 他更忧虑的时候是 台湾去当马前卒 跟着美国人走 然后让美国人当个棋子 然后挑动两岸的关系紧张 爆发了军事冲突 这是我们台湾的民众 最忧虑的事 而民进党完全没有本事 去管控风险 连对话的管道都没有 那你嫉妒夏立元干什么 人家夏立元能够第二次 去了大陆了 你一次都去不了 你还好意思说 乖一点吧 谦虚一点吧 我觉得郑元兄讲的 没有错 不要太嫉妒 你做不到 你就是做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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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